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不用摺, 不用弄了, 很英俊 再這麼英俊, 我不知道怎麼反應 我第一次見到媽媽 那一定要給她一個好形象 遲到了 姐姐, 幹嘛還不換衣服? 你不去摺媽媽? 我還有很多事還沒做 我現在很想變孫悟空, 有分身術 你們快點走吧, 遲到了… 你上網查過, 那些機器會不會延遲? 沒查過 沒找到那些衣服 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好可怕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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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怎麼回事 我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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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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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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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 糟了 我忘了叫她的士司機 她在樓下的隊友行 不用擔心… 我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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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你回來了 現在跟以前差不多 但是薑汁漂亮很多 聰明女 走… 蘇哥 我叫你幫我買那份結婚禮物 買到嗎? 老公大人吩咐到永無脫脫 找到嗎? 沒錯… 找到了 謝謝 這是什麼? 是爸爸特地送給你的結婚禮物 是一幅, 走開來看看 是 幸福玻璃球 是呀, 樂儀 你記住 放在你的房間裡 每天對著她 你一定會幸福 謝謝張臣 我們一家人終於可以齊齊整整 不過可惜 你明天就要嫁了 怎麼會可惜呢? 應該是開心的吧? 就是胡說 不是說話 我剛才參觀了整個房間 還沒參觀過我們的房間 老公 我帶你去看看 等一下 我的天 我… 我的幸福玻璃球 上海為什麼你這麼不小心 都爛了, 那我再買個個吧 臨級臨行, 去哪裡買? 不如就是, 都買不到 最重要是他們衷心祝福的女兒 張臣, 你先坐下 我進去問你 幸福玻璃球是什麼一回事? 我小時候已經教過你們了 你們忘記了嗎? 我記得 相傳幸福就像玻璃球一樣 在天上掉下來, 掉爛了 然後碎片就散到每個人身邊 人人都撿起碎片 有些人撿得多一點, 有些人撿得少一點 看來我們一家人撿得很多恐怖副片 你看看, 連你撿得整個都是 其實撿得最多的那個應該是我 有個好老婆, 有我的公主, 還有我的王子 有 對了, 女兒, 明天你結婚 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媽媽幫忙 儘管吩咐我 不用了, 待會有一群好姐妹上來幫我 你一定很想念香港的奶茶 我好想念 老公, 我們去拍拖去吃 馬上幫我們找失落的味道 來, 兩個, 找到 有東西吃, 我要做地藏蛋 媽媽…你帶我去吧 好…走吧… 乾杯 梓莉, 真是謝謝你 要不然你肯幫忙 我們對著德國客人 肯定是雞同鴨說 因為最近流感太厲害 那個翻譯弄得病了進醫院 我們都要踢腿了 明天你結婚, 今天還要你幫忙 你不做而已 不然我一定領個最佳員工獎給你 廖律師, 如果你真的很想謝謝我 明天封人情, 大封一點就行了 我只是說笑而已 反正我今天有空 婚禮又有家人幫我處理 我現在欠短片裡面的照片 還沒搞好而已 你看 梓莉, 你以前長頭髮漂亮很多 真的嗎? 謝謝你 其實舊照片我想放在婚禮裡播 所以就叫朋友給我 但你這個獨立黑的活動 是否生不死在銅鑼灣舉行的? 你怎麼知道? 我也有去過 那你的意思是… 我和你黑過? 我想就有了 你這麼肯定? 因為那天我每個女孩都有黑過 你真是死不吃虧 所以我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好像很大, 其實很小 反正不知道哪一天我們其中一個 可能早就已經遇過了 是啊, 說得對 你想清楚 你嫁了人之後 連拍攝也不做嗎? 不, 我想把心教很猛活功課 你會不會覺得很浪費呢? 你讀這麼多書 律資行是你正業 咖啡店是你副業 是啊, 子妮, 你再考慮一下 我不是最捨不得你那個 那好吧, 我再考慮一下 對了, 你考慮一下 見你這麼乖, 送一份禮物給你 是什麼? 打開看看 師父, 你這麼大手筆 廖律師, 其實我不能收 這份禮物太貴重了 而且你已經替他做了免費證分律師 你現在還要跟我客氣?收了它 你收了它 有人當自己嫁女 廖小姐, 阿佑 你怎麼會來? 我在這裡開完會 看到你還沒走就進去 這隻鴨子選了很久了 我們帶給他看看 來 很漂亮, 謝謝你, 廖律師 你看你的手 和我女兒的手一樣這麼瘦 新娘子要多吃點東西 肥點才漂亮, 知道嗎? 知道 他不知道為什麼 這段禮物很低 根據士彈福大學研究指出 幸福的人比普通人容易感動 雷仙也相對比較發達 所以KCD很幸福 你們很壞, 踢爆我 這樣也聽到 這一頓就是我為大家做的 最後的晚餐 喂… 什麼最後的晚餐? 我說過… 說過… 應該是你假期前 煮給我們吃的一頓飯而已 希望大家賞臉 做多了 以前就是朱古力噴泉 今天 蒸魚、蒸蛋、蒸雞和蒸肉餅 都是阿Ming做得好 與我無關, 大安娜的功勞 其實我有個堅持的 打算吃完飯之後… 吃朱古力噴泉做甜品 都是阿哥知道的心意 對了, 阿Ming欠他的筷子 我力氣 謝謝… 做什麼?好感觸嗎? 以前梓梨煮完飯 整個廚房好像打完醬似的 你看, 今天多乾淨 連爐頭也抹乾淨 我現在終於放心去嫁人了 阿Ming 謝謝… 大家一起吃飯吧 好, 拜拜 拜拜 爺爺吃飯 乖 爸爸吃飯 乖 媽媽吃飯 吃飯 叔叔吃飯 乖 阿哥吃飯 阿嫂吃飯 阿Ming吃飯 乖 好, 吃飯 吃飯… 阿哥, 吃水蛋 好, 謝謝 不知為何, 好像沒以前那麼好吃 這些菜要爭爭才好吃 你試試看 我的… 很好吃 很好吃 是嗎? 成果老生, 從此直噴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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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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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不對, 現在阿浩翠阿梓來了 她也不是老妻 不是嗎?我不知覺得多幸福 如果可以, 我馬上就想被困 活該你吹得媽媽 這麼肉麻也說得出好東西, 四眼仔 話說回來, 香港的啤酒真的好喝 大馬那些經常不夠冷 大馬沒有我們陪你喝, 當然不要喝 太好了, 看你們這麼團結 明天一定可以擋住那群無敵姐妹團 放心, 兄弟同心, 奇利斷金 我們明天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來… 慢著… 我那天聽阿霞跟姐妹說電話 姐妹說開門利是一定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一個先都不會減 有沒有壓力她還價? 沒有的 定點, 姐姐夠大陸了 你開門利是之前 先封一封金元寶利是給她們 到時候就可以撐住她們的眼睛 她們就可以眼開閉眼閉, 收信一點 你還記得有一年 劉小姐把金元寶法沾對到 我用猜丟掉了 每人都有一個金元寶… 金元寶? 金元寶 謝謝… 謝謝, 多謝, 多謝… 謝謝, 多謝, 多謝, 多謝 很漂亮 真是挺離譜的 把金元寶把東西吃到 那還沒算離譜 你爸爸媽媽不會我和梓莉有東西 有這件事? 有這件事? 有 今天太空館有星域電影 《勇闖星海的人造衛星》 有興趣看嗎? 趕得及嗎? 趕快兩步吧 跑啊 好, 趕快兩步, 趕快兩步 都說了她不會容壞你們的女兒 最討厭你媽媽, 你沒事吧 不然我不是在樓市繼承的叔叔 我現在打批隻腳也不用了 叔叔 聽說好像我還在這裡 小玉, 臭小子, 你真小器 別管他, 他經常都是這樣 沒來正經 你看他, 最終爸爸之後大膽了 你看, 皮膚弄得老虎狗 就像個老虎狗似的 人是會進步的, 像你這樣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成長 別… 根據史丹福大學研究資訊 你哥倫比亞大學的, 史什麼丹福? 我剛剛讀了遙距課程, 不作業 我又多一個學位 人要向前望嘛 他怎麼會知道? 因為他是最接近神的男人 入閉吧 讓我看看你的東西是否齊不齊 是否齊不齊?上圖這麼多東西? 是的 為什麼有八尺? 這把叫子孫尺, 是什麼? 子孫尺就是以前的人有田有地 大富大貴, 是一種幸福的標準 現在的人當然不會用來量度田地 如意就是一對新人結婚之後 事業精精日上, 八子千孫 幸福綿長的意思 也有一個通俗的說法 就是結婚之後, 要有雙有良 這樣就可以白頭到老了 我勉強這麼多東西? 結婚之後, 更多東西好嗎? 媽媽也有跟我說的 相愛意, 相喘 很難嗎? 為什麼我覺得阿佑很容易環為? 因為阿佑是火星人嘛 是呀, 這次高興完了 我們等到什麼時候 才可以這樣再在一起? Cece和阿菲也拍拖了這麼久 應該好事 你還沒求婚, 放鬆我也不急 是呀 要不需要我們通通信給木偶哥 說他知道有人有一份恨價的事 婆婆發訊息來, 說在那邊做湯圓 還問你的西餅拿了沒有 西餅? 糟了, 我忘了拿 現在很晚了, 餅舖應該收拾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不用怕, 我有辦法 沒有西餅而已, 可以做Cupcake 對呀, Cupcake? 但我們沒有工具 這裡沒有, Maggie姐也有 她不是說不來嗎? 她不能來, 但她有一個 任人猜慶的好老公 西陽先生, 沒錯 幸福玻璃球這個說法真的很有意義 把水晶珠珠放在回禮曲奇上 就是把幸福談分享 樂儀你也挺有心思的 就是因為這份心思 令你們要幫我重新包裝我的曲奇 不要緊, 我想吃到這份曲奇的人 都覺得很幸福 現在看到你們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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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別人愛吃 真的很幸福 好像我們再照顧男朋友 大家分國合作而已 主意吃就是為我們照顧她們 單單抬頭的東西就是他們出來的 對了, 你們全都過來了 那剛剛男朋友做什麼? 他們去了Anson的告別單身派對 讓我溫馨提示一下它 不要怪膽子 有來了… 你這個阿嫻,真的很有空 每隔十分鐘發個訊息給他檢查你 嚴格來說,他是替諾兒檢查Anson 不好意思,我很有分寸 而且我已經派定了定心院給諾兒 他對我很有信心 你這就是自吹自擂 現在一群女兒聚在她家裡 一人一聚都足夠打散她對你的信心 明天也結婚 對我們這個新郎哥沒信心 我對你很有信心 就是很多信心 結婚前那天, 喝醉就出事 我們對酒精十隻手指都掃光了 對了, 又沒有叫威士忌版底 證明我們很節濟 節濟?節濟就是不盡興 那怎麼叫替Anson慶祝告給單身 你要盡興, 我又叫威士忌 B哥, 你帶頭起用 到時候Amy責任不關我們事 你說這些, 這裡全部都是男人 不要提女朋友 今晚誰再提呢?自動消失, 回去當兵 當什麼兵? 觀音兵 別走了, 喝光了 酒…有, 剛好嗎? 跟阿坎? 要找大法一起玩, 好嗎? 好… 怎麼這麼巧兩家人一起擺酒? 好事成雙 那就要多謝莊媽 否則連婚也見不成 一切都是天意 是你就是你, 打風也打不成 就是了 你們兩個老蠢在同一個地方搞婚禮 今晚又在這裡一起告別單身的生活 真是巧合 不如兩個新郎哥互隊 不是, 互敬 互敬 你嗎? 來, 敬你的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 請再去, 請來 喝吧, 乾杯, 乾杯 慢著… 我也敬兩位一杯, 試試看 好… 這麼快就玩新郎? 那玩完新郎, 明天就玩新娘了 一梳, 梳到尾 二梳, 白髮齊尾 三梳, 宜孫滿地 四梳, 永孩連理 五梳, 和順翁里 六梳, 福臨家地 四梳, 七梳, 吉逢禍秘 八梳, 一本萬利 九梳, 落善百味 十梳, 百無金記 高姓… 子妮大個女兒了 吃湯圓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吃完湯圓, 美滿屯圓 好… 為什麼有一碗六粒, 有的九粒? 是語意, 綠綠無窮, 狗狗不盡 子妮, 吃完湯圓之後 一切都圓滿了 不是吧? 老闆, 晚非人站來代替上頭儀式 有什麼問題?你來… 你來… 你知道嗎? 結婚前一晚一定要用碌葉寵糧 穿紅色睡衣和上一碗筆 你怎麼才是老闆呢? 所有批舉都是人家的 你怎麼搞的? 我又不覺得一定要做了才幸福 絕對同意 只要經過合法途徑結為夫婦 都是開開心心在一起生活的 老公, 是嗎? Johnson, 你不是跟他們一杯見識嗎? 我很公開, 只要樂而舉開心就行了 你們倆別吵了 老公, 你記得有人說過 說中學畢業之後 一彈錢就請我們吃雪糕了 你吃了沒有? 還沒 對, 雪糕 雪糕而已嘛 雪糕 弟弟, 你以後結婚的時候 我們又一家四口 一起玩非人的一起吃雪糕 可以訂做離家結婚習族 太好了 哪有一定的結婚習族呢? 為什麼不行? 結婚習族可以惡創的嘛 就是了, 潮流又惡創的嘛 對 薄學的Johnson 我想問問, 為什麼結婚的時候 新娘只要戴著一塊面紗呢? 這條這麼深? 我知道…是不是保持神秘感? 不如讓我這個又漂亮又薄的媽媽 跟大家說說好不好? 好啊 古代的時候 男女結婚是萬分瓦架的 所以雙方的家長就要簽訂協議 其中有一條內容就說 新郎必須在婚禮完成之後 才可以慢慢揭開新娘的面紗 為什麼呢? 就是怕新郎看到新娘 我想太醜, 要退貨 就是了 我們很久沒試過孖鋪了 是呀 先蓋住 對了, 媽, 我小時候 你是唱什麼歌哄我睡覺的? 不用的, 你很乖的 一放到床上就睡了 我也挺容易照顧的 也是的 媽, 你會不會捨不得我? 如果我說我不捨不得你 你是不是會不嫁? 是不捨不得你, 只是我跟你開玩笑 媽, 你平時也不經常開玩笑 我以前抽著你兩個猴子給了時間 開玩笑, 休息也沒時間 現在就輕鬆很多了 原來你早就想脫身 真的嗎?你看看你, 嫁人的了 早就炸我嬌 我就是知道明天快要嫁人 不能炸我嬌 所以我打算今晚再炸一塊 傻丫頭, 你是我的女兒 喜歡什麼時候炸我嬌呢? 都可以炸我嬌 只得我不在了 不想胡說話 長大了, 再教我一會吧 不是這什麼意思 她不在, 這麼不吉利 拉姑現在就真的不在了 我有點想著她 傻丫頭, 拉姑買了機器回來的 你明天一定見到她的, 知道嗎? 時間差不多了 去到機場喝杯咖啡還行 我趕著回香港喝杯咖啡 好 在世間車風動雨 有一種愛 從六歲到八十也不甘改 容我飛天空海闊 前望將來 寒滑暖有笑容可一可在 在世間不聲不語 遙遠 赤身參與漫長競賽 回家這路線 快樂到京四邊覆蓋 越行越越 困倦了中有街中 這道門 為我開 在世間不聲不語 先到一陣 먼저 門又放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